报道报道 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日本经济新闻针对台湾做了几则奇怪的系列报道 讨论最大的其中一篇是称 台湾有九成的退役军官都到中国大陆贩卖情报当间谍 然后军队都由外省人把持 蔡英文无法掌控军队 新闻出来后 台湾炸锅了 第二个 层层分析所谓的报道 从何而来往何而去 首先强调 这当然是百分百的假新闻 台湾军方严正驳斥 那说退役军人去大陆贩卖个资 开玩笑的讲 台湾的个资还需要军人贩卖吗 按网上全台湾的个资都有啊 但是呢 这种言论深率非常买单 毕竟老军人长期接受一个中国思想 反对台独偏蓝的比较多 民进党以前砍军人退休凤的时候 说退役军人许多都投共啊 因此 绿营支持者比较具有仇军思维 那现在绿营说 哎呀这个没有九成投共也有一成啊 但是啊 现况下对于退役军人去大陆 其实有重重管制 如果曾涉及机密工作 三年到五年都不能去大陆 特殊原因 比如亲人在大陆过世的 还必须审核 那五年一过 所谓机密 还有啥情报价值呢 而且九成是什么概念 目前统计台湾的退役军官 有十八万人 九成就是十六万人啊 在台湾如果有十六万军官都投共 蔡英文怎么还没下台呢 别说十八万人啊 如果有八百个共谍 怎么所谓的共谍案 连一百个都抓不到 都来抓我这种优秀的政治青年 而且还是冤案 那报道说 军队都被外省人把持 但马英九和陈水扁任命的军队老大 都有本省籍啊 报道啊 直接被事实打脸 显然呢 他是想要挑拨族群之间的关系 那最后啊 要说蔡英文无法掌控军队 更是胡说八道了 执政七年 军队九成都成了间谍 蔡英文虽然无能 但也没无能到这个地步吧 在台湾啊 军队内部主要的争执 是战略的不同 比如到底要不要当美国的豪猪 而不是省籍的冲突 那简单解读完报道的鬼扯后 得分析 这些错误报道资讯 从何而来 什么目的 近期所谓日本媒体对台湾 有系列报道 有一篇呢 是报道 所谓在台湾的中共协力者 就是反民进党的网红 比如朱学恒 历史哥 这名日本记者也是接到了消息 他说 在台湾有人拿红钱骂民进党 但是他很认真前来采访 采访后发现都不是啊 他们没有帮中共说好话 只是看不惯民进党乱搞 反而还给他们清白 好了 我们问一下 谁会给日本记者这个情报 要他报道台湾有中共统路人呢 再来 同样的所谓日本经济新闻 又报道 绿营人士指出 蒋万安要参选2028台湾大选 报道在台湾传播后 民进党就有议员批评 他不要痴心妄想大胃啦 这不是标准的自导自演吗 民进党告诉记者 蒋万安心怀不轨 报道出来后再批评他 果然不轨 套句林志坚的话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如此一来 脉络就清晰了 到底是哪个阵营 近期有计划的放消息给日本媒体 当然就是民进党 只是操作坏了 别看后来民进党明代 也开始说 这是假新闻打击军心士气 要看新闻出来第一时间 民进党明代怎么做 比如王定宇立刻痛批 军人里有卖台的间谍 刘世芳等人立刻提案 支持彻查退役军官 奇怪 他们都不抗议日本媒体乱报 先往自家军人身上砍刀 有人说你爸妈是贼 你不去问他证据 反而立刻点头说对对对 然后对爸妈收声 真是不孝子加败家子的组合 可以推测 原先应该是一系列的套路 外媒报导台湾军人有间谍 然后风声鹤唳 民进党可以炒作两岸关系 渲染大陆邪恶 再者可以对军方施加压力 制造寒蝉效应 阻止军人发声 阻止两岸交流 你如果不想被我扣红帽子 查水表 要听话啊 我都怀疑你是间谍了 你还想去大陆观光旅游吗 你还敢平常写文章骂我民进党吗 而且选在228的时间附近公布 意图炒作省级情节 并且为所谓的权动法正当性铺路 但为什么失败了 一方面是报导错误太离谱 再者是逢世宽受访时爆出口 大受好评 这件事等于是境外势力放假消息 污蔑抹黑我们军人 台湾多数民众当然不支持 绿营看风向不对 才开始转弯 跟着说这个日本也是假新闻 但已经来不及了 民进党明代已经提案了 你站在日本假新闻一边 而非站在军人尊严一边 而且你又不测案 事后开始辩解 我们鼓励测查才能还清白啊 哦 原来民进党尊重军人的方式 是对他们采取有罪推定 未审先判 总之 在台湾从军 真的 没荣誉 没尊严 老一辈的 牺牲奉献一辈子 或者真的打过仗 70岁80岁的 被骂老贼 被劈滚出台湾 年轻一点 5060岁的 辛苦退役后 又被骂米虫 砍退休奉 刚退役的 现在还要被抹红 被怀疑是间谍 还要自证清白 然后 现在当兵的 国民党执政时期 被骂烂狗军 民进党执政时期 因为民进党要靠他们打仗了 不再骂了 但是呢 竟然还 吃不到肉 真的说多惨有多惨 而更过分的 当然是蔡英文 身为三军统 根正 加了网军 四军统帅 军人被骂 而且他自己被骂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敢对日本媒体批评 叫个助理发声明 说遗憾 但是他自己的 推特平台 一点都不吭声 没有帮军人捍卫声誉 可是以前 网军被骂了 他立刻出来发声 他心里没有什么 陆海空军 只有他自己的网军 客观言之 民进党如此操作 只可能适得其反 一再污蔑军人 那军人还愿意为民进党打仗吗 台南议长的会选案 检方对民进党政府议长等十人提起公诉 而最近检方的起诉书公开后 人证 物证 钱 还有监听议文 全部都有 铁证如山 把台南最龌龊肮脏的一面揭发出来 真的臭不可闻啊 当然平衡报道一下 当事人都是喊冤的 民进党议长邱莉莉 在法院外头哭 奇怪了 为啥不在里面哭 要在外面哭呢 因为外面有镜头嘛 最后再喊司法蓝白迫害啦 都是走这个套路 可是检方早在去年九月就开始监听了 案件还原后 只能说黑白两道 只手遮天 勘赃枉法 无法无天 民进党 邱莉莉和在地卢渣王郭再清 为了当上议长 会选买票 民进党人数不够 怎么办 哇 国民党墙角 而且也成功了 最后呢 票投民进党的国民党议员 被支持者痛批啊 那他一开始还在脸书上写什么 这是为了大局啊 的鬼话 最后检调证实 就是受了民进党的威逼利诱 首先呢 有人恐吓 手比这个 说票不要乱投 这是手枪的意思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 比这个叫做 看我超帅 如果不照我的意思 投票 对你开枪 利诱的部分 就厉害了 民进党说 以后某个建设的房地产 你买房就打八折了 查了一下 房产大约都是一千万到三千万新台币 买越多赚越多 买了再卖 获利更高 国民党的说 可是我这次投给你 我可能会被开除党籍啊 民进党说 不要怕 你用五党籍参选 所有竞选经费我出 就算落选 四年亿元的薪水和津贴 我也出 太厉害了 这样算一算加总 大约两三千万 一边是子弹 一边是银弹 最后成功买下这票 言谈中 还扯到了 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 民进党对汇选开出这么多条件 骗国民党议员说 这个副议长会支持国民党的啦 国民党那个人不信 结果卢渣王 郭再卿说 如果你不信 可以叫黄伟哲来给我挂保证 好大的口气 难怪检方说整个汇选 竟然郭再卿才是总操盘手 他话里话外 等于把黄伟哲当小弟啊 而且最后国民党议员信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说 我答应你 给你一千万 我可以叫陈菊挂保证 你不会信嘛 侯汉廷怎么会叫得动陈菊呢 陈菊也走不动 不是啊 就是陈菊不认识我嘛 但卢渣王啊 能把黄伟哲叫来 对方还信 可见这个卢渣王势力有多大 谁给他的底气 谁给他的权力 他十二月中就辞去了民进党中职委 可是台南继续给他指挥 这也侧面印证了赖清德推的 所谓排黑条款 假的 党公职不能是黑道 嗯没错啊 但像卢渣王真正有权力的 不是中职委一样有权力 好了 邱莉莉和郭再卿要买票 买得到的就买 买不到的就恐吓 我们上次说 直接把国民党议员拐上车 威胁 要么投自己 要么不出席 总之就是不能投给民进党的对手 哇 吓得那个议员啊 赶紧让七小搬家 自己搬到市议会去住 上述故事情节比电影还精彩 那黄伟哲既然被点到名 他怎么说呢 请看 他说 不要用这个案件 攻击台南 攻击赖清德 这张照片 很好地说明了 就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好了 那我们要问 是谁在攻击台南 伤害台南呢 谁让所谓的民主圣地 变成了画外之地 贪腐之城 黑金之乡 不就是民进党自己吗 难道是国民党逼民进党会选吗 更可怕的来了 电话兼听到 为了会选当议长 要花上亿元 难道他们做功德吗 到底背后有多少的利益 数十亿 上百亿 有没有可能 到底是光电的利益 还是土地的开发 所以 过去的台南 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长期被美化包装 赖清德是赖神 仿佛和清海燕 励志清零 想不到揭开之后 恶臭难闻 不见天日 长期的官商勾结 贪官污吏 别忘了 已经有 卢渣案 八十八枪 金发局长贪污 汇选 还有先前的 陈宗燕 小云 性招待事件 再加上赤裸裸的 汇选行径 伤害最大的 不仅是台南 也是赖清德 赖清德的大本营 被爆出重重问题 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 赖清德先前才说 民进党没条件搞黑金 现在完全被打脸 那怎么办 赶紧转移焦点 说南投辅选 都是赖清德的功劳 英明神武 曾经复述风扰的台湾 被民进党执政后 虽然不到破败凋敝 但竟然陷入 缺这缺那的困境 窘境 缺水缺电 缺工缺料 这些都是习以为常 老生常谈 但又多年无力解决 最近又缺蛋缺药 而且当兵竟然还缺肉 美丽之岛搞成多缺之岛 实际上就是因为民进党 菜单上没有德国菜 缺德 以前笑大陆吃不起茶叶蛋 现在台湾是想吃茶叶蛋 都成了凡尔赛的行为 因为走一圈便利店 根本就没有蛋 各大商场也没有蛋 货架空荡荡 正如民进党的脑袋空荡荡 绿营网军 要大家上传有蛋的画面 这脑回路也是奇葩 拍再多照片 改变不了民众买不到蛋的事实 绿营说 你家附近缺蛋 不表示全台缺蛋 但这话也能反过来 你家附近有蛋 不表示全台都有蛋 知名艺人说 他就能买到蛋 说缺蛋的是不是幻觉 那这些话相当傻呢 到幼稚园就能看到一堆小朋友 说少子话的是不是幻觉 走在路上也会捡到钱 台湾哪有缺钱呢 我家厨师机每天都有水 台湾哪有缺水呢 我充电宝都有电 台湾哪有缺电呢 而实际上 民进党的官员都承认了缺蛋 可怜民进党的支持者 塔绿班还在效忠 有夜市摊贩 卖蚝仔针 张贴公告 因为缺蛋 所以以后蚝仔针没有蛋了 蚝仔针没有蛋 不就是单纯煎蚝仔吗 那然后呢 这间店家就被塔绿班 网路出征霸凌 敢说缺蛋你试看看 然后店家就道歉了 我个人是非常欢迎 民进党网军继续做 只会把人民越推越远 官员本来说 二月初就会缓解啦 后来又改口说二月底 到了二月底又改口说 这个三月会缓解 现在已经三月了 又改口三月底才会缓解 和当初疫苗一模一样 疫苗下个月就要来了 到了下个月又喊 再下个月就要来了 缺蛋的问题没解决 缺水的问题又浮上来了 南部水情严峻面临三十年大旱 高雄水情进入黄灯 三月起成立旱灾应变中心 反正缺水缺蛋都是民进党官方认证 怎么解决呢 老样子 陈其迈说 挖井 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印象 缺蛋和缺水挖井 好像去年前年已经发生过了 怎么今年又来 没错 2021年是王美花说要挖井 2023年是陈其迈说要挖井 怎么还挖井 你们不是已经在井里面了吗 到底还要挖多少井 还要挖多深 是都不想见天日了是不是 我都想对民进党说 喂 快出来看大海啊 当然 绿营会抨击 缺水挖井是正常手段啊 这话没错 缺电了砖木取火也是正常手段 关键是怎么没有别的作为呢 年年都挖井 再给民进党执政下去 台湾是不是一堆洞 你不能自己脑子有洞 就把台湾搞得一堆洞吧 正常 比如 再生水利用啊 水库及人工壶增压作用 水厂扩建 工业用水循环利用 提升农业用水效率 这些长治久安的办法 没看到怎么做 每一道井要关头 就是挖井 为什么 大概民进党很喜欢井的感觉吧 毕竟住习惯了 但最近又发生的事情更加离谱 马祖的军人在沙滩上流言说 二十多天吃不到肉 军人缺肉啦 这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不可思议 正常的军方沟通管道都没用 竟然要沙滩流言求救 被媒体报导后 民进党才愿意处理 照顾军人的能力 低落到匪夷所思 军人都吃不饱了 还打什么仗 美国一定会骂蔡英文 搞什么 这样这么帮我打仗 以后大陆要统一台湾 也不用打仗啦 只要保障 美人有蛋有肉 有水有电 台湾不就投降了吗 在疫情时期 缺快筛 缺疫苗 在成平时期 能缺水缺电缺蛋缺肉 民进党这种能力 你还相信他能搞什么抗中保台 他只能保证自己 大鱼大肉吧 这就想到有一首诗 前方在缺肉 后方在缺蛋 长官忙选举 他吃法国餐 不定时跳电 定期会缺水 军人被污蔑 他却还在睡 报道报道 我们下次见